没想到专业歌手也会把吊起高翻车的时候 这报效程度超乎你的想象 林俊杰当原唱面演唱煎熬 一不小心吊起高了 看来拼了老命也得唱完 真替林俊杰有点煎熬啊 活在上 手总会有多好 挑死你 不要抢 我相信我已经快呀 快要把你挽压 无事都在日后 肖敬腾在某晚会上演唱《男儿章自强》 结果吊起高了 一开口就是车祸现场呀 愣是把这首阳刚之气的歌曲 唱出了《交传尾音》 却志谦当着 林子祥的面演唱敢爱敢做 没想到一开口就发ruce了 老薛啊老薛 你确定你不是故意的吗 以高音渐长的黄霄云 演唱自己的代表作 居然也起高了 没想到却意外受到好评 会不会我们的爱 像星辰守护大海 不曾离开 我向你奔赴而来 你就是星辰大海 不好意思啊 哇你也会扣音啊 但一破音他好像就生动了嘛 是不是老师 阿信的破音瞬间 相信大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 他不是真正的快乐 这真是看一次笑一次啊 韩红 陈一迅同台演唱十年 结果韩红一开口直接把调起太高 陈一迅顿时惊现无奈脸 我估计陈一迅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 年之前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个 陪在一个陌生的左右 走过前前手 前前手 前面最后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问候 是那种温柔 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让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